根据这是日本人 建宗祖师 他是吴祖 日本 净土中的第二代祖师 就是山导祖师 他们公认 净土在日本 有十几个宗派人 但是出族呢 都是山导祖师 他们对山导祖师 非常恭敬 是山导祖师说的 不可思议 四十八月 这肯定的 四十八月 怨怨怨都不可思议 悠怨 无碍是怨 世人 已为此四十八愿之 怨怨过度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是说 我们这个世间人 有分别 有知足 纵然修佛 没有正的阿罗汉过之前 还是有分别 还是有分别 有知足 正的阿罗汉 尽死烦恼 才放下了 古时候 古时候 这些祖师大德当中 他们的成就 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说今 诸书 那个时候 功夫还不到 那么习期 没断 正的阿罗汉 阿罗汉 习期 也没断 批除佛 才断习期 所以 就有 不同的 见解 不同的 看法 虽然不同 都有道理 都值得我们 学习 所以 真结里面 这 后面这段说得好 阿 他说 运 有四十八 阿 但这四十八呢 四十八运是一运 阿 总的来说 是一运 阿 这个运是什么 这个运 是普度众生 阿 我们要学的是这个 我们今天发的运 是什么运 只求自己往生 没有想到别人 回头看看 阿弥陀佛这个愿 还得了吗 愿愿度 识 普度 是佛 三十 一切诸佛 插土里面 一切众生 上到等觉菩萨 下到地狱众生 一个不漏 这是弥陀 四十八运 阿 这个心量多大了 我们千万不要疏忽 不要忘掉 阿 阿 我们这世间人 心量 想到家 家亲眷属 阿 学佛的人 量再大一点 冤情再主 六千眷属 阿 有几个人 能想到 我们这 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很少 阿 做大法会里面 有 回想起的时候 我看到的愿文 阿 没有看到 想 像 阿弥陀佛这样 啊 并发皆虚空间 舍方三十 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众生 上面是等觉菩萨 下面 是无间地狱 全包了 一个也没漏掉啊 这是我们应该 要记得要学习的 我们的愿 才跟阿弥陀佛相应 否则怎么发 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 阿弥陀佛愿远度众生 我们跟众生还有一件 这众生我喜欢他 我要度他 那个我讨厌他 我才不度他了 好像度他到极乐世界 天天看得了不高兴 那我们想一想 这样的现态 能去得了极乐世界吗 也许在 你临终一念 没有这个杂念 你去了 如果临终一念 还有这些念头在 就去不了了 尽宗法门 之殊胜 不讲这些烦恼袭击 叫代夜往生 着重在临终一念 这是这个法门 无比赎神 所以 修这个法门 心量要脱开 临终才有保护 我对于贪嗔痴漫 怨恨恼怒烦 全放下了 那这个东西都不放在心上 对于我们往生进度的信心增长了 怨恨恨恨恨恨恨 阿 そう 对于tz de 好好的人 生生世世陷害我的人 多原谅他 不保得放在心上 那像诸佛如来一样 宽宏大量 大量什么都能包容啊 没有一样不能包容啊 调给同友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